你一做翡翠人在忽悠谁呢 让人买 给你们开一个质量超级高的达马卡 钥子是全熟的 熟透了 它才导致全部脱纱 自然光脱纱位置 肉质已经漆黑了 这些地方呢 是擦过一口的 擦的位置 你看到了吧 肉质漆黑漆黑的 全熟很完整 牌子挂件随便取的 其实取牌子挂件 这种东西 玩下的话就没啥意思了 通过小擦口的位置 你可以确定什么东西呢 它很纯 胶感很足 压登给你们看一下 这种肿的话就不需要拨了 玩什么呢 就是玩一个纯度 你像这种东西都很明的 如果纯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很漂亮了 肿水不需要拨 肯定是个胶块 就玩过它纯不纯 你像是这种 特别特别稳的东西呢 很多人就不喜欢 为什么呀 它质量高 然后价格也高 其实这种东西 底线才高啊 完了之后 你只需要考虑 它的性价比就好了 只要别买贵 怎么弄它都合适 如果质量高的话 当时买贵点 你放个三两五年 它都是赚的 话是这么说 然后也是这么做 很多人就说了 妈你一做翡翠 人在忽悠谁呢 让人买 我话这么说了 我一做翡翠的 信不信呢 随您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实战处正理 现在开稿 搞给你们看 这个达马卡开完了 让你们看焦不焦 这种焦焦润润的感觉 漂不漂亮 太漂亮了 那个东西 是吧 焦焦润润的 压灯来开 这边带点黄雾 看这边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地方还漂着绿花 做什么都漂亮 这种东西 肉够细够焦 整够好 做什么都是 非常非常美的 东西有质量了之后 做什么都看着心里舒服 好了 非常美的冰淇淋品 喜欢配吃的 放鸡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